当前,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,为加强社会面常态化内筛,从严从紧从快排查风险隐患,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。 根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,4月25日至30日在主城区及平原地区开展三轮区域核酸筛查。 目前,第一轮区域核酸筛查已经完成,累计采样1981万人次,已出结果1980万人次。 初筛12管浑彩阳性,其中朝阳区临时管控区筛查出3管5浑1阳性,社会面筛查出9管浑彩阳性, 通州区1管3浑1阳性,2管10浑1阳性,丰台区2管10浑1阳性,海淀区、顺义区、大兴区、石井山区, 各有疫管10浑1阳性,落位管控、复合转运、流调溯源等工作已同步进行中, 这为有效地阻断病毒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